我提早示范一个叫做材质索引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前面 材质索引 这里是一个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原则上我们在一般状态下 它只会有一个材质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立方体设成蓝色 它整个都变成蓝色了 你看按F12就可以看到它整个都变成蓝色 但是刚刚有个同学问到说 那我怎么把其中一面设成不同的颜色 就是说这一面设成不同的颜色 那设的方法是这样 你在这个material这里有个加号 这个加号你再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new的时候 你给它一个不同的颜色 而且最好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 那这样你比较好辨认 那这个颜色呢 我就把它选成RGBR就是红色 那绿我把它设成0 B也设成0 这样就会纯红 那这个呢 我就给它名字叫Blue 那这时候呢 我希望说这个立方体的这一面是蓝色 但是这一面是红色 我选它 然后按Assign 这样子它就会变这一面变红色 那你会看到其他都是蓝色 只有这面红色 那当然你可以继续做下去 继续做下去 我另外一面呢 不对 我这一面Assign到灰色了 我new一下 然后呢 我把它弄成绿色 纯绿的 好 那这样子这一面就变绿色了 诶 这里有个问题 它刚刚那一面被恢复了 那这个稍微Assign一下 那就可以了 下一个红绿蓝 OK 那你按F12就会发现 为什么这一面明明是红色看起来黑黑的呢 因为你的灯光的关系 所以你把你的打光稍微调整一下 OK 要回到物件模式 按Shift D 好 再按NF12 这样子就彩色了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谢谢 谢谢 谢谢